一样的位置会比较简单,因为我可以找不到它 那将来你如果是放在同一个资料夹一起搬也不会产生问题 OK,那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怎么样建立这个ASZR库,简单再复习一下 基本上我们的 这个office里面 会有一个 这个 OK 那我们建立的方式的话,一进来之后会有一个 特别注意,我上个礼拜有讲过就是说 ASZR跟Word也不一样,它是先存档 再放资料 跟那个Word也不一样,Word也不一样是先做完再做存档动作,不一样 所以第1个 你要先放哪里 那我们就找到 这个我们的 假设我们的练习范例里面 然后不过这边我已经有一个名称叫房贷 我叫房贷2好了 OK 然后那副档名是ACCDB OK 好,那档案类型的话 这边当然你可以挑一下 如果说你较相容于旧的格式的话 他这边都有了 那我比较建议是 你用那个 2003的格式 不过 基本上2007目前的相容性也还OK 所以我们用那个这个 这个预设的好了 先用ACCDB 那如果说你有那种无法开启的问题 你可以试着把它改为 旧的版本 就是 MDB的格式 相容性会更好 OK 那 我名称叫做房贷 因为我已经房贷2 OK,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按一个建立 第1步就建立好资料库了 第2步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建立那个资料 表 资料表里面的话呢 需要有 这个几个栏位 分别就是这 5个栏位 那我建议 因为这个名称 栏位名称蛮长的 建议是用Ctrl C Ctrl V 贴上 为什么因为 如果你一个字错 你新增资料库 就会产生错误 一个字都不能错 其实这个地方 麻烦的地方就是 名称如果打错一个字 都不行 OK 所以呢 我怎么新增 再建立什么 建立里面的话 因为我要在 资料库里面 建立资料表 所以建立 资料表点下去 资料表点击之后的话呢 再按一个设计 这边有个三角尺 然后名称的话 我叫做房贷好了 先建立资料表 然后再按那个三角尺 名称 他会问我说 我这个要储存的名称叫什么 那我们 资料库的名称叫房贷 然后 资料表也叫房贷 可以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这边他就会进到 这一个画面 这边有个组索引 先把组索引取消掉 不要组索引 避免他会有重复的资料的话 会产生错误 基本上先不要组索引 那里面的栏位名称的话 我建议是这样 这边可以怎样 Ctrl C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